基隆市长谢果良在媒体访问时 针对基隆捷运经费分摊问题 交通部有善意回应时表达了看法 我很期待下周就可以跟交通部的次长 大家一起来讨论未来基隆捷运的一些建制方针跟预算需求 那很感谢侯友宜侯市长仗义直言 对于基隆的财政困难了解并且支持 那我必须要讲基隆是少数有在建制捷运的县市 也就是非直辖市 但是我们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跟最大的诚意 好好在下周跟交通部商量出一套基隆负担的起的一个 捷运财政负担方式 这方式可能包括希望他们在总金额方面可以再多索一些考量 也可以在负担的期限上尽量的拉长 让基隆可以分期好好来负担这一段的捷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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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1